到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第五章 十七节到二十节 花壁撩领 草壁枯干 唯独耶和华的圣言 是不改变的 我们所信靠 所见证 靠着主的恩典 也要不断实行的 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宝贵的圣言 在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第五章 十七节到二十节 我默想我来要废掉 律法和宪制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话 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 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有教训人这样做 他的天国要成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 有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律战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这段经文 我们讲到是一个系列 这个讲到系列的题目就是 权威欲标准 作为基督徒 其实作为一个人 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 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 不管我们到哪里 我们都需要有权威 我们都需要有标准 没有权威就无法设定标准 没有标准 我们就无法判断 基本的真善 美加恶仇 没有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原则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 求主不断的光照我们 好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再次来到你的神宝座面前 也是弟兄姊妹 一同来到你的脚下 要做你圣言的学生 主要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 将他次人智慧和其实的人 赏给我们 是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 是我们也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 是我们也能够真正的认识 你一时我们在这个世界 你一时我们在这个时代 你是我们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如何的顺服你 当如何的行事为人与谋照的恩乡称 不仅得保你的祝福 也成为众人的祝福 主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求你亲自在我们的心中持掌王权 说我们晓得 你是我们共同的主 说我们晓得 你的话语是字字句句 都是炼经的 都是圣灵所默示的 与教训读者教导 是人归正 都是有益的 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祷告祈求感恩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各位弟兄姊妹 其实当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的时候 你反复的思考 其实这段经文在整个马太福音中 甚至在整个旧新约圣经的关系中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讲到整个马太福音就是城上七下 连结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 连结旧约时代 新约时代 连结旧约时的犹太人教会 和新约时期不仅包括犹太人 也包括外邦人的什么 教会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本身就发挥这样一个 成仙 其后 成上 其下的一个枢纽性的作用 但是在马太福音中 这段经文 又发挥了一个枢纽的 枢纽的什么 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就向我们显明了 真正的权威是什么 真正的标准是什么 当然 不变的权威就是上帝本身 而不变的标准就是上帝的歧视 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当然就在于律法和先知 也就是代表整个旧约什么 圣经 我们又看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人对他最大的一个幻想 就是耶稣基督要完全废掉律法 要完全废掉先知 完全的从头什么 再来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不破是吗 不利 天下大乱 然后天下什么 大致 要不要过去一切 推倒是吗 重来 所以这是人的幻想 人一人都想进行一个彻底的 天翻地覆 凯尔康的 换天换地的 一个完全的一个激进的革命的模式 但是耶稣基督来不是一个这种激进的革命的什么模式 耶稣基督反倒在这段经文第一句话 默想 千千万万 你不要想 不要认为 不要幻想 不要假想 不要梦想 我来是废掉律法和什么 先知的 哪怕天地都要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会什么 废弃 这个方面是告诉我们整个世界中 整个圣经中 整个历史中 整个教会所传承的一个不变的真理是天不变什么 道不变 上帝作为我们的权威 他是不改变的 上帝的真理 其实在律法中 其实在先知中 也其实在新约圣经中 他的话语 他的真理是不改变的 各位兄姊妹 所谓的激进的暴力的改天换地的革命 就是试图想改革 革调 上帝的诫命 上帝的真理 上帝的标准 但是唯独不想改变什么 自己 但是圣经中 尤其是耶稣基督 借着他的圣言 借着他的使徒本身告诉 你不要想改变天 你不要想改变上帝的天道 甚至你也不要想改变你周围的环境 你也不要想改变你的家庭 你也不要想改变你的教会 你也不要想改变你的孩子 哪怕你最有影响最亲近的人 你也不要想改变 你要改变你自己 甚至在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所在更深 连你自己 你也是不能什么 改变 和整个圣经 首先是让我们对我们自身 对我们周围的环境 对我们所在改变 改变改变改变 要彻底的绝望 要彻底的放弃 然后置之死地 什么 二后生 这个时候我们才想到主啊 求你开恩 可怜我这个什么 罪人 不要说先改变别人 先改变环境 先改变世界 先改变上帝 主啊 求你闲冲 改变我什么 开始 这就是整个基督教的经历 然后弟兄弟们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的位置来看 在马上分第五章的第一节 到第十二节 就讲到著名的八福 这八福都是内在的特征 讲到虚心的 哀痛的 温柔的 极渴木义的 烈血人的 清心的 使人和睦的 甚至为意受逼迫人来 高兴什么 欢喜的 这都是指基督徒内在的美德 或者是内在的生活 内在的特征 然后耶稣基督在 第十三节到十六节 又特别讲到 我们基督徒不仅要有内在的美德 我们还是地上的盐 石上的光 山上的城 灯 太阳的什么 灯 我们要在这个社会上 要在甚至安静备备的时代 像明光什么 照耀 我们要有 不仅要有深刻的 内在的美德 还要有积极的 外在的 改变世界的 行动什么 本身 大家弟兄姊妹 我们要问 内在的美德 什么叫美德呢 什么叫美 什么叫德 外在的善行 我们看到 在第十六节就讲到 你们的光 也当真要照待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 Good work 善行 善功 内在的美德和怪德的善行 什么叫善行呢 这个行为的标准 如何断定它 是善是恶的 那很多人讲 人人都想行善 爱美之心 爱善之心 恋憫之心 人人什么 有之 但是当你这样 加定的时候 你所在更深刻的追问 到底什么是美德呢 到底什么是善行呢 最后还涉及了一个 设定美德和善行的 权威与标准的问题 真正的美德 真正的善行 不是行在人面前 真正的美德和善行 不是由人来确定 甚至也不是由你自己 自我什么感觉 真正的美德 真正的善行 是在上帝面前的美德 是在上帝面前的善行 是根据上帝的真理来界定 确确实实实 和合神的旨意的 才是真正的内在的美德 才是真正的外在的什么 善行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今天讲 内在的美德 看起来是好的 那就像儒家讲的 人与理之心 加很多很多 如果我们讲 很多外在的善行 就跟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人人都是打着真理 打着改变社会 是大家都过了好日子 这样的气质是什么 恶行 但是不管是 是辱道士 还是社会主义 还是共产主义 还是福利社会 但是很可怕的是 他们丧失了 上帝这样超越的权威 很可怕的是 他们丧失了上帝所歧视的 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福音 上帝的圣言 这样超越的什么 标准 这样最后就变得 那时候以色列中 没有王 没有权威 没有标准 个人任意什么 安行 这要长而久之 不管是你个人的生活 家族的生活 教会的生活 乃至社会的生活 最终都是两个状态 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 或者是集权主义的什么 专制 没有真正的自由 没有真正的和平 没有真正的和谐 什么 可言 所以弟兄姊妹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 我们既要有内在的美德 我们也要有外在的什么 善行 但是我们同时深刻的 清醒的 自觉的意识到 人是容易自欺什么 欺人的 所以我们需要权威 所以我们需要标准 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 做我们脚强的路上的光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消得 到底谁是上帝 到底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 生命 使命 诫命 到底是什么 到底我们何为伟德 何为善行 我们今天就看到 我们正式的我们第一讲 我们就讲到 生命 使命 与诫命 生命是根基 生命是方向 诫命是标准 但耶稣教导说 你们的义 要生的 维持个法律代的义 这个公义 耶稣说 先求神的国 先求神的义 这个公义的根基 就是首先有生命 如果你没有公义的生命 什么都面前 如果我们内心就像坟墓一样 充满那些污秽的东西 那么外在的任何的道德性 宗教性 政治性 艺术性的作为 都不管是给这个坟墓 加以虚实什么 而已 所以如果没有内在的 耶稣基督里面的公义的生命本身 也不要谈公义 如果你有了公义的生命 但是却没有使命 却没有诫命 就没有方向 没有定准 我们就像海中的波浪 反复翻腾 但是最终 并不能够成就什么 他弟兄姊妹 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 今天早晨我看到 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还说 他说在大陆 有一个江西师范大学 也是一个 最起码是二级或者一级的大学 有一个 他有个道德与人生研究所 咱们研究道德和人生的 这个研究所有个所长 叫郑肖江教授 他今天早晨 也说昨天晚上大陆时间 刚刚从18楼跳下 跳楼是吗 自杀 56岁 从他的学术生命来看 56岁还是什么 正当年 他嫌到实际上专注 包括比如说 中国死亡智慧 超越死亡 生与死 大概实际不专注 他都是探讨生与死的问题 而且他鼓励他的学生 他鼓励他的听众说 我们拥有生命的权利 但没有放弃生命的权利 每个人都当 珍惜生命 所以他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拥有生命是一种权利 生命是一种特权 但我们自己没有放弃生命的这种权利 每个人每个活着的人都应当珍惜什么 生命 但他自己却在56岁 这种黄金的学术年龄 从18楼跳下 离开这个人家 所以我们看到 哪怕身为道德与人生研究所的所长 哪怕身为哲学系的教授 哪怕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 出版了十几本的专注 哪怕他劝别人要珍惜生命 但他自己其实是活得什么 很苦 很多的重担 很多的悲伤 很多的绝望 很多的眼泪 甚至这个悲伤 这个绝望 这个眼泪 这个挣扎 这个抑郁 使他自己无法什么解除 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亲戚朋友 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权威 都不能够帮他解决问题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标准 都不能够给他指出真正的出路 这个世界上 他试图来拯救别人 来挽救别人 让别人要珍惜什么 生命 但是他最终 连自己也不能够挽回 连自己也不能够拯救 连自己也不能够说 我珍惜生命 各位弟兄姊妹 当我们分享生命 使命与诫命的时候 我们要再次回到 在耶稣基督里 那超然的生命 那丰盛的生命 那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 那就是什么 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在基督里珍惜生命 在基督里热爱生命 在基督里糊涂生命 在基督里见证生命 让我们看到 其实耶稣在这段经文中 首先他开头说 我默想 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很多人讲到基督教的时候 大多数人认为 基督教就是一种blind face 就是一种盲目什么 信仰 有的人说 基督教就是 你感觉到有安慰 所以你就信基督教 有的人说 在你用理性的时候 理性上你想不通了 需要理性上的跳跃 然后你才归信什么 基督教 但是不管人怎么讲基督教 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什么 本身 到底神的话 如何说到我们生命的信仰的问题 让我们看到 我们第一点 我们讲到盲目的信心 我们看到三个方面 这种盲目的信心 体现了几个方面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 人的本身就是分 知 情 义 人有理性 人有情感 人有什么 意志 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信心 这个盲目的信心呢 理性上是 不知好歹 不分什么 是非 用耶稣的话来说 那把他福音十五章十四节说 任凭他们吧 他们是瞎言领悟的 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吊在什么 坑气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之所以读圣经 我们之所以听到 我们之所以思考 就是让我们 不要变得是瞎子 什么 领瞎子 要真正知道 真正认识 独一的救主 独一的上帝 这才是真正的永生 第二个方面 情感 我们看到盲目的信心 往往带来很多狂热 很多痴迷 甚至有的时候人说 痴迷什么 不 所以我们看到 在圣经中 有没有这种惯犯呢 那保罗在罗马书中 就见证说 我可以证明 当时候那些犹太人 是有热心的 但是不按照什么 真知识 因为他们不知道 上帝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上帝的义了 最后他们热心 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宁肯释放 强盗 巴拉巴 也不肯释放 耶稣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不按照真知识 总是按照自己的热心 去服事 这就是圣经所讲的 跟着什么走啊 跟着感觉走 这也是非常可怕的 跟着感觉走 或者是跟着感情走 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感情 我们自己的感觉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朋友之间的感情 甚至夫妻之间的感情 父母之间的感情 都是有限的 也都是有碎的 也都是什么 不可靠的 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 在我们的意志上 因为我们没有明确的认识 因为我们没有圣经的情感 所以我们在意志上 就盲目服从 反复什么摇摆 今天这样做 明天不这样做了 然后我们看到 在圣经来讲 是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 小孩子的特征是什么 容易中了人的诡计 人这样说 你听了 人这样说 你听了 和各种欺骗的法术 被各种意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什么 异端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盲目的信心 在理性上是盲目的 在情感上是痴迷的 在意志上是摇摆的 而这样的盲目的信心 根本不能够 生根什么 建造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 当我们讲到 得救的信心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快快看到 在理性上 我们要得蒙圣灵 内在的光照 认识上帝 所以这样很多地方讲到说 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 而巴勒为一佛所教会 祷告说 求主将那次人智慧 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能够真正认识上帝 真正认识耶稣基督 真正消得上帝的耶稣基督里 赐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的产业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信心不禁 不与理性的认识 想矛盾 其实我们的真正的信心 反正在理性上 得蒙圣灵的什么 光照 什么有限的理性 原来不能够看见的 原来不能够侧透的 在圣灵的光照下 我们理性上能够明白 能够什么 侧透 就像 先说 加尔文在讲到圣经的时候 圣经就像一个眼镜 本来我们真的这个眼镜 比如说我现在 虽然46岁 但是戴双聚焦的 上半截是花眼 下半截是近视眼 有远视有近视 但是无论如何需要眼镜 有的眼镜能够看得更清脆一点 但是弟兄姊妹 虽然我配上再好的眼镜 但是如果我们把今天 这个圣殿的灯都关了 能不能看见 看不见 但是有的光 我仍然看见了 我的眼镜什么 看见了 我的眼镜截着眼镜什么 看见了 仍然是我的眼镜 截着我的眼镜 更通过光 什么 看到了 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 那是让我们的理性 通过圣经这个眼镜 说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 更多的认识人自身 更多的认识这个什么 世界 所以说光照 并不废除眼镜的 信心绝对不是废除什么 理性的 反正让我们理性的眼镜 更能够清晰的 更能够全面的 更能够深刻的看见 所以圣家讲 圣灵的光照就是 开我们的什么心窍 开我们心里的什么眼睛 说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 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情感上 在我们真正圣灵 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 保罗在老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 圣灵就把父的大爱 浇灌在我们的什么 心中 什么心中爱的创伤得到医治 什么心中爱的语言得被破碎 什么心中爱的缺乏得被填补 什么心中爱的疲劳得起 再次的被激励 再次的被牵引 能够真正的因着爱 而不断的追随主 然后第三个方面 当我们在意志上 意志上我们看到保罗说 说这地方的人 嫌于贴沙罗尼甲的人 为什么保罗说 这个地方的人更好呢 保罗说这地方的人 甘心领袖这道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到教会来聚会 我们信靠主 我们一起的奉献 一起的参与 都要甘心什么 乐意 如果不是甘心乐意的 勉勉强强的 就在上帝面前 在人面前 包括你自己 都不蒙什么悦纳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就看到真正的信心 那种得救的信心 来自圣灵的信心 包括我们的理性 得蒙光照 包括我们的情感 被神的圣爱 浇灌 医治 滋润 牵引 吸引 也包括我们的意志 不断的被圣灵 来改变 来扭转 什么从崴梗背腻 变得甘心什么 乐意 这就是真正的信心 大家弟兄姊妹 这样我们就晓得 为什么耶稣基督 在讲这段至关重要的 联系旧新约圣经 航跨旧新约时代 整个那个 枢纽的枢纽 要舍的经文的时候 首先一个字 我们在英文中更清楚 Think not 要think 要想 但是有的时候 不要妄想 不要异想 不要狂想 不要梦想 要真正的 Thinking after God's thinking 要真正的 按照上帝所想的 上帝所启示的 来想 这就是圣经来讲的 要以基督的心什么 威信 他还基督在各种处境中 他是怎么想的 他是怎么样 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唯独按照什么 主你自己的意思 这就叫 想上帝之所想 那我们看到第一点 我们讲到生命是根基 那弟兄姊妹 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 到底什么是生命 我们看到这位郑教授 这位从十八层楼跳下来的教授 他有没有自然的生命 他没有跳到自然 他有自然的生命 他像各种 living being 有生命的存在 一样什么 存在 他有没有道德的生命呢 也有某种程度上 有道德的什么 生命 他劝别人要珍惜什么 生命 他给别人讲课的时候 他自己甚至别人 都有感动 都有道德上的提升 但是他在这个宗教的生命下 宗教的生命就是 圣家讲的 我们宗教的生命 就是认识你独立的上帝 并且认识你所采论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什么 永生 当我们讲到 真正的生命的时候 不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自然的生命 也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道德生命 那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 我们与上帝有没有关系 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生命的奔源 上帝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如果我们离开了上帝的生命的奔源 那我们就是无缘之水 如果我们离开了上帝的生命的根基 那我们就是无根的 树木无根的大厦 各位弟兄姊妹 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回到 重生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里的什么 生命 让我们看到第二点 当我们讲到这种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的时候 而这种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道的人 新生命的时候 这种新生命到底有什么标记呢 今天我们不需要一一细讲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到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节到十二节 就特别讲到这种新生命的什么标记 当生命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蒙恩的人 这个新生的标记 就是法刺内心的 我们是虚心的人 哀悼的人 温柔的人 极客目的的人 练习人的人 清晰的人 使人合不的人 卫义什么 受逼迫的人 关键不是做什么事 基督教也关键不是做什么人 关键你是在基督里 还是在基督外 你在基督里 你就是 你不要做新人 你就是 然后你不在基督里 你没有人就悔改的 你也不要做什么新人 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 也做不成 就像这位教授一样 他先世界里面专注 他对别人讲话的时候 也是法子肺腑 打动什么 人心 但是并没有来自上帝的 这种什么新生命 让我们看到第二个要点 使命是方向 弟兄姊妹 既然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既然盗贼来是要偷窃 要毁坏 要杀害 耶稣来是让人得什么 生命 并且得的什么 更丰盛 我们常常称之为 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在基督里的丰盛的生命 这个丰盛的生命 丰盛在何处呢 这个新生命 到底新在何处呢 这个新就在于我们的使命 或者我们的生命的方向不同 这个丰盛就在于我们 原来从静静爱自己 但是你要晓得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 当你静静爱自己的时候 你发现你自己也不可爱 你发现你自己 有的时候到了山穷水晶 甚至也不得不跳楼什么 自杀 那静静爱自己的人 就会发现自己并不可爱 最终甚至连自己也不能什么 爱下去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到 这个丰盛的生命 其实就在于 我们能够尽心尽心尽力 爱上帝 并且爱人什么 如己 我们不再静静局限于 唯独自己 唯独自己 唯独自己的开心 唯独自己的幸福 唯独自己的感觉 哪怕天下洪水当中 只要自己幸福就好 这就是狭隘的生命 这就是肤浅的生命 这就是死亡的生命 这就是没有生命的什么 标记 而弟兄姐妹 丰盛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 丰盛的生命 只算于丰盛 是因为我们能够爱上帝 我们也看着主的恩典 能够爱人什么 如己 这就是丰盛生命的核心 然后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到实命是方向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 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方向 那我们中文讲 行尸走肉 酒囊什么 反代 当然原来在大陆是茅台酒 现在都是红酒了 但是你不管换什么酒 还是酒囊什么 反代 和真正的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精益 而生命的色彩 就是在于你是一个有使命的 那弟兄姐妹 在哥林多前修第十章三十节讲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或做什么 不是为吃而吃 为喝而喝 为行而行 而是为荣耀上帝什么 而行 这我们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从此有了一个崇高的 伟大的 一个外展的 向上的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非常重要 弟兄姐妹 在2013年的时间中 我们反复思考 你有没有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这个新生命的标志是 第一 有没有方向 第二 有没有什么标准 这就是我们解决的两点 当我们讲到这个实命的时候 我们快快讲 因为这些都是 大家慢慢都会了解的题目 那上帝一开始到人的时候 就赐个人文化实命 生涯众多 遍满地面 管理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走收海里的鱼 这就是我们讲的 要做上帝百般 恩赐的什么 好管家 然后我们看到 当这个 耶稣基督生涯前 他赐给门徒的也是 天上 地下 所有的全面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你们不要总是回到自己家中 不要总是回到自己 不是总要回到过去 总要回到 算旧账 你们要去 要一个开放的生命 要一个外展的生命 要爱上帝 也要爱人 什么 如今 要走出老我 要走出自我 要走出过去 要走出家门 那否则的话 你得的在心理学上 就是一种自闭 什么 自闭症 然后我们再看 宣说奉上父圣子的名 给人家受洗 使人做万 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为你们同在 知道世界的什么 末了 作为基督的门徒 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 给门徒最大的赐福 最大的教训 最后的嘱咐 就是一个使命 各位弟兄姊妹 你的生命有了一个使命 就有了方向 就有了意义 你的才能 你的爱心 你的时间 才可以有地方投放 防得你的才能 你的爱心 你的时间 我到底往哪儿投 我要投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要离开 连我自己也要 从从什么而去 我这人生的一切 有何意义呢 所以圣家告诉我们 积攒财宝什么 在天下 告诉我们 不仅要得到 有行的祝福 更要得到 耶稣基督为之宝 更要在基督里 得到灵魂 为上帝给我们的 特权和使命 和荣耀 然后看到 这个里面 五小组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个姊妹 我就特别 在世的 有悔改 有感动 他这个姊妹 信主以后 他当时还在高中 还在大学 他们是回家的时候 一下飞机 父母一来接他 他父母是商人 是佛教徒 他就压着父母的隔壁 哎呀 你们要信主啊 流泪啊 为他们痛苦啊 反复的劝告啊 现在这几年过去 父母虽然很多方面 不明白 但说 哎呀 我女儿这样优秀 我女儿这样爱我 她这样把这个基督力的生命 推荐给我 这一定是好不好啊 一定是非常什么好的 值得我深思 值得我追求 值得我学习 这位弟兄姊妹 这个姊妹这样年轻 还有这样的心智 我们对我们的家人 每逢假节 被私庆 我们思念他们 我们要祝福他们 最好的思念 最好的祝福是什么呢 我们要向这位姊妹学习 要悔改 要重新有感动 要把福音 发自内心的 开诚不公的 流汗流泪 传给他们 让我们看到 不管是讲到文化使命 还是福音使命 也许不要讲这么多词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基督徒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要发挥地上的言 世上的光 山上的城 灯台上的什么 灯的功用 好 然后我们看第三点 第三点我们讲到 诫命是标准 标准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一书上书第八章二十节 甚至说 人当于讯回和法度为标准 他们所说的 若不于是降服 必不得见什么 成光 这地方上帝 现在先至于现在说 人应当于上帝的讯回 人应当于上帝的法度 为标准 他们所说的 若不于是降服 必不得见什么 成光 如果我们说的 与上帝的真理 上帝的讯回 不相符合 这是因为我们 见不到成光 因为我们心中 没有光照 弟兄姊妹 就像我们在美国 我们要开车 要买车 不会开车 就像没有腿一样 当你买车的时候 当你开车的时候 你要消得 交通法规重要不重要 重要 而且车本身也有车的什么 车的规矩 比如说你要一买车的时候 那就会给你个menu 这个车是怎么设计的 时速是这少 如果车设计的速度 只能是50m 你现在开了500m 可以不可以 那又车毁人亡了 然后我们看到 在这个 在这个转门修理车的地方 他们有一个维修指南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用车的时候 有一个开车的指南 我们修车的时候 有一个维修什么指南 不管是我们开车 车好的时候 需要法则 车不好修车 也需要什么 法则 你新生的时候 需要法则 你早于逆境的时候 也需要什么 法则 这就是顺利家讲的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 规矩矩的按照什么 规矩的按照什么 按照行的 然后我们看到 他们讲的美国精神 他们讲的清教徒的精神的时候 那美国精神或者说 清教徒精神就是 他们对权威非常明确 他们对标准非常什么 明确 他们真的是 不是盲目崇拜权威 但是把权威大德的 孙荣给给权威 把标准当遵行的 杰力学生去遵行 所以我们看到 在著名的 维持平台小教徒问他 第一个问就说 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那人生的首要目的 那我们很多人在学习 是什么呢 荣耀上帝 以他为乐 知道什么 永远 这就显明了 在我们的人生中 上帝是我们的权威 上帝是我们的目标 上帝是我们人生 首要要追求 首先要荣耀的什么 对象 然后在第二位中 就像大家讲到 荣耀上帝 以他为乐的标准是什么 就讲到救星约什么 圣经 但是弟兄姊妹 其实在 维持平台小教徒问答中 不仅讲到一个标准 讲到三个什么标准 为什么说三个标准呢 在第二位中讲到 我们基督徒信仰与行为的 终极的 至高的标准 就是救星约什么 圣经 但是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到 在三十九问到四十一问 讲到说 上帝向人启示了 什么是顺服上帝的标准呢 那上帝其中 向人启示了道德律 作为顺服上帝的什么 标准 然后在接下来 还会问到 祷告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当然整个旧西约圣经 都是我们祷告 所需要参照的什么标准 但尤其是 耶稣基督所教导 门徒祷告的主导文 更是标准中的什么 标准 规范中的什么 规范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方面 我们就特别晓得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建议就是标准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 先大家翻到 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五章的第十七节 到十九节 这对话讲到三重标准 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 耶稣说 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什么 先知 就代表整个旧约圣经 或者用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 就代表整个什么 圣经 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耶稣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 也不能什么 废去 耶稣这段有特别强调 律法本身 那是根基的根基 标准的什么 标准 因为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 律法书奠定了根基 然后先知书呢 是对律法书的延伸和解释 福音书呢 是对律法的教训和什么 成全 底下就特别说 耶稣来说 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那是要什么 成全 我们进一步讲 这个成全 就是对律法的精神 进行全面的 深刻的 精准的 属灵的 解释和界定 然后我们最后回到 应用部分 弟兄姊妹 当我们讲到 公义的生命的时候 在2013年的时间中 我们要反复的思考 也求主在今天 就见到他的灵 感动光着我们 说我们真的是消灭 我们生命的根基 要在耶稣基督里 不是在教会 不是在家庭 不是在社会 甚至也不是在圣经 为什么呢 如果你生命的根基 不是回到耶稣基督里 认罪悔改 你拿着圣经 你可以骂圣经 举着圣经可以什么 反圣经 圣经本身是神所默示的 是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 见到耶稣基督一上 对什么 和好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新的一年中 哪怕此时此刻 求主使我们 不断地能够见到圣经 更见到圣灵的光照 真正地消灭 我们新生命的根基 是在耶稣基督里 然后第二个 我们要反复地讲 我们这个生命的方向 是什么 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生命的方向 这个生命的意义 从关于的角度来讲 文化的使命 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 福音的使命 然后从耶稣基督主的 就是爱的使命 我们最重要的 诫命 爱上帝 并且爱人是什么 如己 所以从很多角度 都反映我们生命的 方向和意义 然后我们看到 简单我们看的三点 兄弟兄姊妹 没有自命不凡的意义 只有因性成义的 什么 听到一个弟兄姊妹 一个弟兄做见证 就说我有的时候骄傲 有的时候嫉妒 有的时候忧愁 有的时候生气 为什么叫呢 自己比别人好 就是什么 为什么嫉妒呢 别人比你好 你就什么 嫉妒 为什么忧愁呢 你要比别人好 就害怕你的优势丧失 忧愁 要别人比你好 你就担心 赶不上别人 追不上别人 你也什么 忧愁 所以说不管是你好 你比别人好 还是别人比你好 你总是忧愁 总是生气 总是局限 和这个方面 和弟兄姊妹 我们就看到人 真的都是有限的人 更是什么 有罪的人 哪怕是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生命中 也仍然有的时候有骄傲 有的时候有嫉妒 常常忧愁 有时候生气 觉得别人得罪了你 别人冒犯了你 别人不那么重视你 我们常常有这些什么 感觉 这些感觉有的数学是正常的 有的时候也是对的 但是无论如何 要更多的回到在基督里 不断的省察我们 和弟兄姊妹 对于基督托而言 圣经说 入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什么 也没有 圣经说话是扎心的 圣经说话是要人的命的 我们听外人讲话 我们听各种场合讲话 这个人不错 那个人也不错 大家都听好 这个方面如果稍稍有改进 会更好 大家都是想把甜头长到前面 但是圣经说没有意义 一个也没有 天国尽了 人人都要什么 悔改 圣经不是人讨好人的什么 书 圣经是直接指出我们心灵的正结 直接指出没有意义 一个也没有 第二点 和音信成语的人 也必要音信行义 那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被这人诱惑 被那人诱惑 关键是我们自己要行事为人 与蒙昭的恩什么 相称 我们效法耶稣基督 就是切切实实地 按照耶稣基督的脚踪 去行 他如何遵行神的诫命 如何应该爱的缘故 然后甚至舍弃自己的什么 生命 第三点 和公义的生命 是蒙福的 所以讲很多地方讲道 耶和华知道因的道路 恶因的道路却毙灭亡 然后讲到行为纯正的义人 他的子孙也是什么 有福的 讲到在著名的明家书六章第八节 我们一起读这件经文 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讲道 我们一起读 一一二三 世人的 耶和华已经指示你 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心公义 好灵敏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 同行 好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 谢谢你的耶稣基督力 赐给我们丰盛的新生命 谢谢你的耶稣基督力 在此 使我们得回先知祭祀 与君王的权柄和职份 使我们能够成为地上的盐 世上的光 山下的城 灯 他下的灯 说我们能够在治理上 说我们能够在传福音上 能够尽我们爱的本分 主 我们晓得你的恩怜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突然的 你赐给我们这样荣美的职份 也赐给我们实现职份的标准 实现职份的工具 主 我求你不断地赐给我们谦卑 破除我们心中的骄傲 赐给我们更多的爱心 破除我们心中的嫉妒 主要求你用喜乐的灵来浇灌我们 拿去我们的忧愁 主要求你使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 说我们这平安不是因为环境能改变的 不是任何人能够拿走的 不是受任何问题困扰的 说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 常常感恩 常常满足 常常不断地被你的爱 来激励 来信 谢谢主 奉耶稣的圣灵 阿们